我们其实认识挺早的 但是近两年才在一起 之前也分开过一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 以至于我现在总是觉得 她不够喜欢我 情侣之间有点磕碰 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我女朋友 每次都让我包容她 我忍耐也有限度 就不能多包容一下我吗 我开始怀疑 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正确的 有请对对情侣有请 小佳22岁 来自桂林自媒体有请 小陈21岁 来自桂林新媒体文案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谈恋爱有多久 我们俩谈恋爱有两年半左右 在这个期间有分分合合 是还是不是 我们分了两次 那我们今天就从 第一次分手开始说起 好不好 好 第一次分手是为什么 是因为她那个女闺蜜的 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她不太在乎 我的感受 第一次分手是因为女闺蜜 咱们来说说那个女闺蜜 那个女闺蜜是个什么人 她怎么说呢 就平常很大大咧咧的 她就跟我们玩得都挺好的 高中一个班 大学一个学校嘛 就这样 高中的同班女同学 对 大学还是校友 对 这没啥呀 这怎么就跳闺蜜了呢 之前她高中的时候追过我 然后呢我也没有答应她 嗯 这个女同学曾经追求过你 对 或者喜欢你 对 在什么时候就跟你告白过 大学大一的时候 然后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博士 那我觉得还太小了 但是他们就是还是联系比较密切 就是大晚上还打电话的 谁给谁打电话 我男朋友给那个女生打电话 也不是天天打 就是偶尔打一次 就是聊她男朋友怎么怎么样啊 而且这件打电话的事情 是我主动告诉她的 也不是她查我手机什么查到的 行 那说明人家信任你吧 对啊 觉得我跟她没有什么东西 倒是打打电话也没啥 但她就不仅打电话 就是网上有一种软件 他们连接一起看剧看电影 她都没和我一起看过 她那个时候只是推荐我 看一部剧而已 大概看了十几分钟吧 后面我就说不看了 这个电视机前的很多 这个观众可能不理解 这个跟看电影 其实是一个性质 比如沙纳 我约你看一部电影 传统意义是去电影院看对吧 现在因为有了一个软件 沙纳我们一起来看电影 两个人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同时坐下来 在同一个点 从第一帧画面开始放弃 这就等同一一起去看了电影 对吧 对 在年轻人的心里面 这是在一个空间的 甚至在我看来 这个性质比那个 还要更亲近一些 当然更亲近了 虽然不在同一个空间 我都不跟你在一起 我们俩人同时 同点 同步 坐下来 在一起看一个电影 你觉得亲近不亲近啊 接下来问 就是因为他跟他一起看电影 一起打电话 所以你吃醋了才要跟他分手吗 也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是什么原因 就是我们不是认识很早吗 16年就认识了 谁跟谁认识的很早 我和我男朋友16年就认识了 16年怎么认识的 也是一直出去玩 然后我叫朋友 问的我男朋友微信 你喜欢他 也不是喜欢吗 那时候也不太懂动感情 不懂感情 就是16年就认识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后来他是把我删掉了 连朋友都不做了 把你删了 对 后来19年 我重新也是在外面看到他 我就也是叫朋友 问他要了微信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然后我也没说 我是16年那个女生 就一直瞒着他 这也不叫瞒着嘛 就不说好了嘛 你真的记不起来16年的 这不才时隔三年 就记不起来这个女孩了吗 我就知道有一个人的名字 跟他一模一样 当时他跟我刚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 我记得我之前也认识一个人 跟你同名同姓的 后面他就说他不是啊 后面他就欺骗我 欺骗我骗了一年 到一年之后 他就跟我提分手 是因为就是 他之前跟我说过 如果我是之前认识的那个女生 他就不会和我在一起 所以我就一直瞒着他 然后到了一年多 加上那个女闺蜜的事情 然后我也是就接了很久 也不敢告诉他 然后就提了分手 那你当时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吧 因为我问他要微信了些 你追的他 你隐瞒了三年前 你们认识的事实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他跟他的那个 曾经追求过他的那个同学 联系的你认为比较紧密 再加上你怕事情败露 所以是你提出的分手 是这意思吗 是的 好 分开之后怎么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又复合了呢 分开之后是他把我和好 你要求跟他和好 对 后面我觉得就不得劲 我就找他和好 所以你们这段分手时间有多长了 一个多月吧 一个月左右 分了一个多月 那就叫闹个矛盾嘛 也不叫分手嘛 就两个人有一段这个矛盾期 在这个一个月当中 各自都有新的情况吗 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是挺伤心的 嗯 然后呢老找他 他也把我拉黑了嘛 嗯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嗯 找也找不找 反正话也不接 可能就这样 好了一个月 他也到最后面才理我的 就是这一个月都在 纠缠在这一段情感里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但是就是刚和好 就发现了就是 他那个女闺蜜的网易云 类似于《国安宣》的那个文案嘛 写了他的名字 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 回来大吵了一架 等于在你们俩分手一个多月期间 嗯 刚才小伙子说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女生在复合之后发现 嗯 她跟她的闺蜜 在一个软件上面官宣了 是这个意思吧 是女生单方面 女生单方面 而且 官宣了 嗯 那个时间就是我们 也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分手的时候官宣的 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官宣的 她当时官宣的时候 她也来自问我了呀 后面我说你自己去问那个女生 我们就让这个闺蜜先飘过去吧 咱们接着说啊 这是第一次和好了对吧 嗯 和好之后她对你怎么样 和好之后就是刚开始一个月 就是还是很热情 嗯 一个月之后呢 她就是天天开始通宵啊 玩游戏啊去网吧 白天后睡一个整天 然后手机关机也不和我讲 然后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嘛 那个时候毕竟刚热爱上一款游戏 然后呢就比较着迷 然后打得也比较晚嘛 所以你确定你喜欢游戏 在那个阶段比女朋友 对你更有吸引力 对吧 那个阶段是有点 行 那就是叫复合一个月之后 开始对女友又默不关心了 嗯 再往下说 那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安全感了 然后那时候她的朋友圈 她的背影强是我 她的合照 然后那段时间她也换掉了 然后我觉得她就是不喜欢我了 喜欢别的女生了 那是为啥 那个时候我撤下来 我想换自己的照片上去啊 那她不有时也换自己照片上去吗 那我换我自己的不是很合理吗 而且她让我换回来的时候 我换回来两天 说明我没什么鬼啊 我后面换了两天之后 后面又换回我自己的照片了 后面她就发脾气 她又跟我闹分手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在乎 我们这段感情 分了吗 后面分了 就为这个朋友圈的背景墙 对 是不是合照而分手 我觉得她自己都不在乎 因为那段时间 因为她天然玩游戏 然后搞消失 我本来就很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是如果她背景墙 换成我们的合照 可以让我有安全感 这么一些小事 她都不愿意去做 我都觉得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 分开之后又和好了 这次分了多久 三个月左右 那怎么又和好了呢 那个时候分手了之后 我去外地了嘛 去外地的时候去工作 三个月之内 我们也没有说 但要联系 像普通朋友 一样聊聊天而已 这偶断此连那种感觉 后面呢 我回来了之后 后面就和好了 就莫名其妙就和好了 所以再次和好之后 我相信你们的问题 会更多吧 是的 和好之后 就是我们沟通嘛 然后她也觉得我 小提到座之类的 有一次我去她家玩 我们一起养了只猫 然后准备出门的时候 我怕猫跑出去 我把那个门给关上 然后她穿鞋的时候 她故意把那个门打开 就是让猫出去嘛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着急 我就讲了 我就说了一句神经病 她当着我父母的面 说我神经病 而且那只毛很小的 跑不掉的 就是我很有把握 而且我也在面前 我能抓住她 她就偏偏突然一激动 她就骂我一句神经病 她当着我父母的面 后面我就吓了 就吼了她几句 后面她就跟我吵起来了 所以在生活细节当中 两个人容易产生冲突 还有什么事 因为我会更注意细节嘛 然后有一次就是 电动车电瓶 她没放进去 我问她为什么没放进去 她一直就在逃避重点 我们两个沟通 就沟通不到一块去 就觉得很难沟通 我不是逃避重点 她偏偏要跟我激动的 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 就突然就是一激动 什么话他就说出来了 口无遮拦那种感觉 就是这次复合之后 女生说我更注重细节了 男生的感受是 你不太尊重我 或者你的脾气很大 是啊 我觉得她脾气很大 好 可是到最后还是我去主动 反而认错 然后她就在冷家冷包里这种 那错本来就不在我 为什么我要去认错呢 两个人都有错啊 总不能如我一个人的错吧 那明明就是你挑出来的事 干嘛我要来我认错呀 你还挑过什么事 按她的标准说 还有一次 她不是上班要带包吗 她那只包 然后呢 她放在那个麦当劳了 过去半个小时嘛 她忘记拿了包 她要让我去拿 大冷天的 是这样吗 不是 那就是她嘛 我两朋友就比较喜欢冷包里 然后我就觉得 有问题就要及时沟通 就比较隔夜这一种 然后她就是一直冷包里 然后每次都是 大部分都是我去主动找她 说这种事情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次复合之后 你们俩中间就没有那些 烂七八糟的力量了 比如说什么女闺蜜啊 比如说游戏 是还是不是 是的 是这样 她也不再跟女闺蜜联系了是吗 和好之后 她又加回来那女闺蜜 那个加回来不是我要加的 那时候她把微信 跟我社友说 她骂我 为什么骂你 因为我直接把她删掉了 加回来的目的呢 加回来之后 就说了几句嘛 就没有再理过了 不就是一个普通朋友吗 对啊 后面呢 她查我手机 她查到的 后面我就把她删掉了 删了之后呢 她还不肯 就还不肯死心 她还要跟我吵架 因为很少一件事情 删掉就好了 她就还要跟我吵一架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一个爱情故事嘛 2016年的时候 一个女生 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但是男生对她 毫无感觉和感受 于是两个人又匆匆地分开了 2019年再次相见的时候 女生主动请朋友 要到了男生的微信 于是开始发起了攻击 这个她在2016年 喜欢的男生 就变成了她自己的男朋友 对吧 对 当男生看到微信名的时候 觉得似曾相识 于是问了那个女孩 说你是那个谁谁谁吗 好像三年前 我认识一个朋友 也叫这个名字 女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是因为自卑 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没有敢承认 这就给这段感情 埋下了第一个不好的种子 对吧 对 在这一对青年男女交往期间 曾经追求男生的一个女孩子 一直在这段情感当中 阴魂不散 这样就导致了 她的女朋友 跟她提出了分手 女朋友给的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 因为我欺骗了你 我怕你知道 我隐瞒了三年前 认识你的事实 所以我要主动跟你分手 但是我觉得心里面 可能这个原因很小 对吧 这大概应该是一个借口 一对情感基础 并不稳定的年轻人 由此就走上了分手之路 不过这一次是匆匆一别 只有一个月 当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 女生的描述是 一开始还好 但是时日不长 男生的兴趣 发生了巨大的转移 这个转移转移到了 游戏的身上 开始对女生漠视 女生的内心感受应该是 有这个男朋友 跟没有这个男朋友 是一样的 甚至没有男朋友 可能会更开心 因为那个男友 总是在跟游戏较劲 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运动 对吧 对 匆匆又是这样 又分手 分手了 男生到外地工作 两个人以普通朋友相处 可能偶有联系 三个月之后 男生再一次回到了 他们生活的城市 也许是出于空虚 也许是出于寂寞 也许是害怕空窗 于是又找到了 跟他分过手的前女友 要求复合 也许是因为不干 也许是因为空窗 于是两个人又好在了一起 可是这次好了之后 发现两个人 好像不仅回不到过去了 而且之间的间隙 会变得越来越大 他们经常会被一些 小事小冲突小矛盾 一吵二吵 就吵到了我们这个舞台上 大概是这样吧 是 还那么喜欢他吗 追到手之后 喜欢 那你们俩有什么 共同的纽带 让你们俩这段情感 在一起吗 有时候出来晚会 聊得比较来 容易会在同一个城市的 重点是在同一个城市 是吧 所以如果在同一个城市 换另外一个男生 也聊得来 他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不计 也不是 那么他吸引你的是什么 就是和他聊得比较来 和他聊得比较来 聊得比较来 做朋友就好了 聊人在一起比较开心嘛 开心吗 嗯 没有听到你讲开心啊 但是 讲一件你们在一起 你最开心的事 现在记不得了 只想到这些事情 就想到不开心的事情 输我五段地说就是没有 就是一种感觉和感受 这个男生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很有趣幽默 比较逗人开心 逗人开心 他每天用在逗你开心的时间是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你们每天交流的时间 就是半小时到一小时 是还是不是 是面对面的交流 还是通过手机软件进行交流 手机软件 手机软件 你们多久会见一次面 半个月这样吧 半个月在同一城市 才见一次面 那你们思念对方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打微信视频 所以好像并不需要 两个人天天黏腻在一起 你们觉得在精神上 已经完成了一个 很好的交流是吧 也走到他天 在打游戏也很少见面 那你想见他吗 想 思念吗 嗯 我想他主动来见我 会吗 很少 很少 因为他的兴趣点 并不在你的身上 也 你告诉我 爱情对于你来说 是个什么品 必须品 必要品 奢侈品 还是别人都有 我没有不行的一个品 我觉得都是 可有可无那种 听见了吗 爱情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所以女朋友对我来说 逻辑推论 也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想来就是解决我们的沟通问题 因为我们吵架 平时就很难沟通 然后吵架完之后呢 也是我主动去找到和好 我希望他下次就是能多包容我一点 主动认错的是 男生陪他来是来玩的 还是说其实你也有困惑 其实我也有困惑 你的困惑是 就是我们 你也知道就是说 我们很少见一丝面 但是每见一丝面呢 半个小时之内 绝对会吵架 女生的诉求是 我们怎么做好沟通 男生是说 我好奇怪啊 明明应该挺好的 为什么一见面就吵架 吵得我都烦死了 还不如没有 对吧 对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看似你们已经认识六年了 你们所说的在一起 已经两年了 因为前面有些隐瞒的 这个过程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们的恋爱 实际上在2016年 认识没多久 就已经结束了 后面的两年 我看到的 并不是一个真正恋爱的状态 那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我倒觉得多少有些 疗愈的状态 女生对于2016年 被拒绝 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就在于 再一次见面 你不敢告诉她 你是原来那个人 到后面你也是 东躲西藏 甚至怕被认出来 居然以分手的方式 来捍卫 被拒绝 看来你对被拒绝这件事情 非常的看重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后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疗愈你的被拒绝 于是你想 争回被拒绝的那个面子 它是不巧的事 那边有一个女闺蜜 女闺蜜也就罢了 但是她是一个追求过你的女闺蜜 那么这个性质就不一样 而且我们也反复看到说 更能看电影啊 聊天啊 还有很多 做出我们让一般人 接受不了的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愈发地让你觉得 被拒绝的痛 虽然你们在一起相恋了 当然你认为的相恋 但是你发现 好像她的心还没在那里 实际上她一直在拒绝你 包括所有的打游戏 包括跟你没办法沟通 于是 你由原来2010年的小辈拒绝 你想疗愈她 但是你发现 其实一直受伤 一直疗愈 一直受伤 一直疗愈 然后你误认为 这就是一个爱情 但是你发现 当那个女闺蜜 彻彻底底在你们俩人 之间消失的时候 你们并不能够真正在一块 刚才说得很清楚啊 半小时之内就要吵架 所以说2016年的结束 就已经结束了 后面只不过是在挣扎的疗愈 所以你们两个想一想 真正恋爱的成分 占多少比例 被宠溺追求的感觉 维持占多少比例 想疗愈 被拒绝的伤痛 占多少比例 你们就知道 这段感情到底是继续 还是要说再见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觉得 那个女闺蜜对你造成威胁 你会觉得心里不爽 因为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原因特别简单 它就是脚踩两只船 只不过生活中 和你走得近一点 情感上和那个女生 走得近一点 在她的世界里 这种物理距离上的 亲近与否 一点都不重要 你心里很清楚 她的情感在网络上 在虚拟空间里 就可以得到满足 脚踩两只船 说的还是好听了一点 大概的情形是 她哪只船也看不上 也没找到感觉 她对你 对那个女闺蜜 心里都是空的 她装的是自己 她对谁都没有 太强烈的感觉 所以呢 你闹 你折腾 你吵架 这个感觉让她不爽了 那干脆我不理了 谁也不理了 因为本来心里就没有嘛 你明白吗 一个空荡荡的内心 怎么会对任何一个东西 执着呢 不会的 所以你们就分手了 为什么过了几个月 又莫名其妙地在一起 你用了莫名其妙这个词 因为很简单 它总得和现实生活 有一点点联系吧 总不能断了 现实生活的链想吧 总不能完全生活在 那个虚拟世界里吧 所以你来了嘛 你又回来了嘛 哎呀无所谓 反正也熟悉了 来就来吧 走就走吧 因为她不在意 她心里没有女 也许她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女生 没有爱情 也许对她来说不是大事 但也许有一天 遇到一个女生 往那一站 现实生活中的出现 就刺激到了她的荷尔蒙 或者刺激到了她内心 对情感的需求 人家和现实生活 就会有非常理想的链接 就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而不是你 你基本上还是那个网络世界里的 虚拟性不存在的空的那个 所以对于你们的情感来说 就是既不同频 又不相爱 女生你的逻辑很简单啊 其实你是喜欢着 你喜欢这个人的感觉 你也不需要她嘛 你要需要她的话 你也不会十五天都不去见一面嘛 所以你们再次复合 你会觉得细节上 处处和她有过愉快 是因为你发现了 她心里没有你 既然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你们还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啊 你如果喜欢在 虚拟空间里去寻找一份情感 你继续啊 没问题 你如果喜欢在现实生活里 有一份情感 你去找那个活生生 愿意跟你每天牵着手的人啊 拜托你们以后 再去寻找一个对象 不要去眷恋着一份空的感受 我们把它实实在在地 变成一份爱恋 彼此爱慕 彼此想念 无论你们是在云空间里 共享电影 还是生活中牵手看电影 心都在一起 谢谢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觉得站在你面前的 是那个女闺蜜战斗力强 还是电子游戏战斗力强 游戏 游戏是更难搞的一个对手 我一直觉得你好像在战斗 第一次战斗就是人没搭理你 天哪 我居然能够被拉黑 被拉黑之后 她连我姓啥叫啥长什么样 她都没记住 那哪成啊 然后别盯着她 别盯着她 我得伺机而动 终于有一天 哎 就是她 当初我那么费心巴拉的 对吧 想让她多看我一眼 她居然把我拉黑了 连我是谁都没记住 哼 我换个身份 就跟换ID一样 我要把你搞定 然后这回终于算是交上火了 然后发现 哟 她旁边有个女闺蜜 怎么办 又分手 为什么呢 我想干掉那女闺蜜 没干掉 然后 我跟她分手了 对吧 然后过了一个月 不行 不死心 这女闺蜜干不掉 那哪成了 我这么多年了 两回跟她试试 我全输了 继续扑上去 然而莫名其妙 又又和好了 和好了之后 这回终于 经过 就是几次激烈的对抗之后 终于把女闺蜜 干掉了 当然后来又复活了 但是这回 把女闺蜜干掉 哟 把电子游戏漏出来了 原来除了女闺蜜之外 还有一更难缠 那是电子游戏 然后跟电子游戏对抗 终于发现 电子游戏更难 是她选的 我有一种 是与这家伙相始终 一定在他这 要见个输赢 特过瘾吧 也没有 啊 也没有 也没有啊 那怎么就死定是她了呢 这么多年了 咱换个别的什么事 玩不成吗 因为什么呢 你这么多年 你想要她动动心 第一次真的没对你动心 她都没记住你长什么样 第二次 她对你是动了心了 但不足以左右 那个女闺蜜 第三次 当你和游戏对立的时候 她对游戏动心 她觉得你烦 然后把这些全 葫芦下去了 你开始发现 所有的对手 不成之为对手了 这个时候 我哼能翻身 做主人了吧 然后她脾气 是不是越来越大 对 对呀 没有女闺蜜 做主人了 她可以走到 你的世界里 她觉得 我终于有资格发言了 然后小猫咪在那 要出门 你敢开着吧 你神经病啊 对 腰杆背硬了吧 对 终于翻身 做主人了 然后就是 没事就跟你吵 没事就跟你吵 过了15天见面 就跟你吵 有女闺蜜在 都说她敢吗 你去想想 所以我跟你说 你对她动心越多 她在你的生活里 指手画脚就会越多 好在 你并没对她动什么心 真的 你真的没对她动什么心 这是一个不可到达的彼岸 这是一个无法狙击的时环 因为她这个时环中架是空的 你苗多少年能打中 但是 天下偏有这种人 您在一几年的时候 不就是觉得她高难度吗 一次狙击没打中 那不成 打第二回 反正生活也没别的正事 咱一回一回打呗 这不是现在离时环 越来越近了吗 您都打得七八环了 加油 还剩两三环 继续不要放过来 反正现在对别人也没动心 对吗 也不耽误 让她继续描着打 反正都打不着 对吧 你知道 有可能最后描了半天也打不中 你知道 反正现在也没别人描着你 你也需要一个形式化存在的女朋友 继续 你俩要就是误会了 误会了彼此 以为对方爱自己 然后你们也误解了爱情 你们现在就是以爱情之名义 把彼此变成了自己一个消磨时光和打发无聊的一个工具而已 很简单一件事情 三年就不认识曾经追过自己的一个人 这事我觉得有点荒唐 记性再不好 你觉得她认不出来吗 如果你们只是当时一面之缘 或者说只是打过一个招呼 发过一条信息 好 我不记得你情有可怨 可是在之前你追过她 她再健忘 她可能一时会模糊一下 之后她会慢慢想起来 但是她为什么一直没有提 反而是你自己提出来呢 因为这事儿这人对她压根无所谓 不重要 你爱骗没骗我 我这个时候心思没在你骗我这件事上 这时候心思我在女闺蜜身上的 所以你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你俩归根结底就是太空虚了 每个人的生活都空虚无聊到极致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我们拿爱情来填补一下空虚的生活吧 可实际上两个人都没闹明白 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你们的生活真的很充实的话 在这个该有的年纪 在做自己很多非常有用的事情的时候 在规划自己人生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及时满足 就不会选择快餐式爱情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青春的时候 应该要抓住这些美好的时间和机会 去做一些有用的事 爱情当然是有用的事 但你们的爱情是无聊和没用的事 谢谢 听起来就听出一个核心吧 现在你的心在恋爱的问题上是空的 也许下一个你真喜欢的人到来的时候 心眼就满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们也在一起两年多了 然后最近就是沟通问题 我觉得就是很严重 而且我也是想让他多包容我一些 来自于就是想看他就是 下次吵架 他就是能不能就是主动认错啊 或者是就是和我好好沟通 就是多包容一下我 就不要老是冷战冷暴力 就想看到怎么回答的吧 拥抱 拥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来 预测结果的话是女出男不出 我预测也是女出男不出 我觉得都应该出来 我也觉得他俩还得都出来 来 请开门 可以可以可以 这特别好 这个结局特别好 就是至少说明这两个年轻人还在理智里 就是当别人说到我问题所在的时候 我对上了 啊 是这样 我放手了 祝你们好好调整 然后真正的 哦 shit 谢谢观看